天哪 他们在搞笑吧 违约递俗 逗我吗 天哪 没事 他完全没想到对方打的违约 他一直以为对方打侵权 哦 好 我们要换个地方 我们在这不放开 天哪 我真的是 这是在干嘛呀他们 我们去那边吧 真的绝了 我昨天其实有想到他们不会真的会去打违约 结果他真的打了违约 我的天哪 他给我们的那个承诺书 我们字都没签 这不是套吧 看一看 你看他 我以为他说什么承诺书 就已经有个签字谁知道就是一个APP的页面 我们这不存在合同关系呗 打懵了 怪怪的 这样的话 能聊下去吗 这个这个案件 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变了 他们这个太奇怪了 我以为我们甚至可以先起草一份打变状 去找个模特 他们认为他们选的是一条比较难的 而且是不太可行的路 不是常规套路 对 嗯 嗯 你现在深思熟虑以后提出了这个起诉是吗 嗯 嗯 什么 你是觉得我们这个看材像玩似的吗 是我们太简略了 是我们 李敬燕把我们俩搞懵了 心态搞得特别不好 敬燕那个问题让我觉得 感觉他们是一眼看出了很大的破绽 因为一根小手指就可以把我们压下去的那种 我们刚刚把答辩状差不多写完了 怎么了 他们已经把答辩状写完了 你们怎么样了 我们还没开始写答辩状 你家了 还没有我们就还有证据清单没有整理 我们是先弄的证据 我们整理好了证据 我们证据比较少 你们呢 我们也是 所以你们答辩状写得好快 对因为我们昨晚就稍微提前准备了一下 就已经预期到他们跟你们的是差不多的 我们都完全不一样 真的 我们想着他们打侵权 结果他们打得唯狱 两码事 你要知道 他们两个的这个临场能力 只要在睡好的前提之下都很强 睡好的前提之下 行了 新的晚上约他们去K歌 约他们去密室 去火锅 所以我们准备的再好 你的演场发挥不好 都是白打的 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准备的很好 哇 经验有压力 对的 就跟林芳刚才所说的 我感觉表现得太差了 好 你可能就是没有经验 这个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是特别自信 有的时候会卡 哦 我刚认为被告前辉雄构成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罪 支持控方获胜的请举手 没有人举手 这个打击 好烂啊 今天这次跟那时一模一样完全重现 在这种对抗性的场合 你的表现都会不好 哎呀 不会对抗 你变化不可体 那不会就来对抗性的吧 我不行 我怕 他已经有抵触了 他有阴影了 这是他的一个坎儿 顺便开始写大片状 开始了 那么我们把我们现在的东西补充进去 我们直接开始干 那我现在就这些内容给你 好 我们就看着一起写一下就行了 可以了 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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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时间了 发 你发 我还被你搞疯了 你把假接 他就找发 可以了 变吧 咋了 没时间改了 我觉得我们写的还蛮好的 就是这个案件本来 一开始真的是一编导的那种形式 我们真的就是找到就可以达着点了 对 看一下 不存在违法约定的系列 他的意思 他根本没有违约